很多人都不知道蛋炒饭到底是鲜炒饭还是鲜炒蛋 今天就把正确的做法分享给你 锅中油热下两个母鸡蛋迅速炒散 倒入昨晚的剩余饭 超质粒粒分泌 加度蔬菜粒 加人 好吃的关键是加一勺咖喱酱 翻炒五六七八下 最后加葱花出锅 真的太香了 大小朋友都爱吃